Skip To My Loop 大家好我是Skip To My Loop 非常感謝大家的留言 那在交流的同時 我發現有一些建議真的是蠻好的 那我真的很希望能夠借著這個地方 這個頻道能夠和大家一起的成長 那今天Bebo for Life 我們要講一個故事 它呢是從一開始可能10樓 跌到地下大概30層吧 後來呢它重新爬回來 爬到大概101層的故事 我一直覺得今天的球員 他長得跟我一個西蘭的隊友蠻像的 那我今天破例讓他插隊 在我們902000年的後衛當中 那相信大家對他的了解應該都有一些 近期呢他也拿了三個總冠軍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 一些Sean Livingstone平常比較聽不到的故事吧 Sean Livingstone 6尺7吋192磅 201公分87公斤 他的綽號叫做S-DOT 就像我們會說google.com的那個DOT 為什麼呢這個S-DOT的來源是因為 在2004年Sean Livingstone 剛加入NBA的時候 他穿了一雙球鞋 這個是要使歌手Jay-Z還有Rebok會做的一雙球鞋 Jay-Z的本名叫做Sean Carter 第一個字母是S 那Sean Livingstone的第一個字母也是S 所以S檔 簡寫 所以這個綽號就這麼產生了 在1985年9月11號出生於Pioria Illinois 伊利諾州 在美國的中間 芝加哥的西南方 出生的時候呢 他20歲的爸媽就離婚了 小時候是在收容所長大 所以Livingstone小時候特別的孤僻 就是很邊緣的意思 沒什麼朋友 媽媽說實在的沒有能力可以照顧他 在這樣下去的後果 很多小孩其實會走上犯罪的道路 所以他老爸決定拿回他的撫養圈 帶著他打球 並且讓他接受好的教育 他爸爸只是一個平凡的獸心階層 籃球也不強 但是他能夠培養出Livingstone的人格 這個實在是非常的偉大 Livingstone的爺爺是一位軍人 從小就訓練著他每一天的紀律 做家事啊 寫功課啊 如果沒有完成任務 沒有任何的藉口 所以 No excuse 充滿著 Sean Livingstone的童年 沒有人會想到 這個習慣會造就 以後Sean Livingstone 傳奇一般的籃球神野案 高中時期 Sean Livingstone 在他本地的學校 Peoria Central High 打球 想像一下 你們班上最高的人 他打籃球是打後衛 能夠運球切入 並且還能夠投籃 能夠從後衛打到中鋒的他 基本上每一個位置都是mismatch 他就是瘋狂賣高 Sean Livingstone 成為了全美的五星招募 5-star recruit 2004年獲選為 Illinois州的籃球先生 拿到了03-04年的州冠軍 入選了全美 賣到了高中明星 當年的明星 我們比較熟悉的是 Dewight Howard J.R. Smith Rajan Rondo Rudy Gay 還有Marbury的表弟 Sebastian Telfair 而且那一年的24個球員當中 有7個人直接從高中 就投入了NBA Livingstone就是其中一個 原來有計畫 要去名校杜克大學打球 但是考量到選秀的順位 以及改善家裡的環境 Sean Livingstone 決定投入了NBA選秀 這邊簡單說一下 Livingstone球場上的經歷 2004年 第四順位被快艇隊選上 那時離19歲還有兩個月的 Sean Livingstone被稱為 第二個一分錢Penny Hardaway 以及最多人說的高大空位 Maggie Johnson的模板 Livingstone被快艇隊視為 這支球隊的核心 在前三年表現平平 後來又是受了一個 可以算是NBA史上 數一數二的大傷 籃球生涯跌入谷底 但是他很努力 並且有耐心的復健 後來慢慢回到NBA球場上 但是受傷過後 已經沒有辦法有以前的伸手 所以 還一度被下放到D-League 發展聯盟打滾 換過了九支NBA球隊 翻過無數次的家 最後在勇士隊輔佐Curry 拿下三個冠軍戒指 在今年2019年的9月13號 他抱著感恩的心 宣布從NBA退休 讓我們把時間倒帶 回到這一天 2月26號 2007年 這一天 改變了Livingstone的人生 在一個沒什麼壓迫的快攻上籃 球沒進之外 落地時 Sean Livingstone的腳 因為重心不穩的關係 整個腿像一隻火柴一樣 不規則的扭曲 讓當下整座體育館子 聽到了Livingstone痛苦的慘叫聲 這一摔 扯斷了他的ACL PCL MCL 西骨脫臼 以及外側半月板撕裂 基本上所有的東西都斷光光了 對於馬上衝上前去搶救 把他的膝蓋喬回去 看著自己完全變形的膝蓋 Livingstone當下腦子一片空白 只知道兩個字 完了 如果你沒有看過Livingstone的受傷 那我只能說你很幸運 就算現在想到要回去看那一段影片 我全身都會不對勁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看 我在底下幫各位附上低親的連結 這個受傷到底對籃球員而言有多嚴重呢 我常常聽到打球的朋友說十字韌帶 十字韌帶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藉著這個機會 我調查了一下膝蓋 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在膝蓋上下的兩個骨頭 兩側 有內外兩側的韌帶 叫做MCL和LCL Medial and Lateral Collateral Ligament 負責維持膝蓋左右的穩定 而膝蓋中間則有前後兩條 十字韌帶 ACL和PCL Anterior and Pos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維持膝蓋前後和旋轉的活動 四條韌帶中 Livington就斷掉了三條 一個桌子斷了三個腳的概念 光用小的就會起雞皮疙瘩 我去了解了一下 它的膝蓋重建手術 就是在上下的骨頭中間先打一個洞 然後把腳上其他地方的肌腱抽出來 一直到那個洞裡面 然後把它連起來 變成一個新的韌帶 以上是我自己找網路上的資料 用簡單的話和大家解說 我完全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所以如果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再留言幫我補充 醫生一開始的評估說 Livingston這條腿啊 是有可能要截肢的 不過現在的我們已經知道結果了 它沒有截肢 為什麼呢 因為關鍵在於 在它膝蓋後面的那一條血管 因為隊衣馬上衝過去急救 並且把膝蓋放回一半的位置 所以那個血管沒有斷 如果斷了 那血液沒有辦法往下流 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不到一秒的時間 從一個球隊寄望的未來明星 到躺在病床上 想到以後可能沒有辦法打球的未來 如果是你 你在那個病房 那張床上 你會想些什麼 Livingston說 前兩週是最痛苦的時候 連睡覺都很困難 因為腳裡有打鋼釘 並且必須固定 以免再度傷害 接下來就是一週至少6天的復健 如果受傷後都不動 反而會對關節不好 就是明明知道很痛 但是還要自己逼自己去動 Livingston說 我算是蠻能夠忍痛的人 但是復健的痛啊 比當下的受傷還要更痛 最難的是 你很清楚知道 近期內你不會碰到籃球 你沒有辦法成為大家眼中 想要成為的那個明星球員 更可怕的是 未來能不能回到場上 都是一個問號 在一個訪問當中 Livingston被問到 你為什麼可以持續那麼久的復健 是什麼激勵著你嗎 你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嗎 Charles Livingston這樣回答 我除了刻意不去看受傷的片段之外 我其實沒有特別想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我還年輕啊 我相信我的時間 還預期我回去場上打球 而且我不想要人們在100年之後 他談到Charles Livingston這個人的時候 說他是一個quitter 就是放棄了自己的人 Charles Livingston花了大約20個月的時間復健 後來真的回到了NBA的賽場上 他說真正恢復到他之前的狀態 他感覺大概花了7年的時間 要知道在這個階段 沒有人會管你之前受過什麼傷 每個人只要在場上他都是來真的 一點都不會保留 Livingston沒有了之前的爆發力 那我們看一下他復出之後的灌籃 我怎麼覺得還好還是亂灌 但是一定會有打折啦 所以他利用他的身高 以及閱讀比賽的能力 慢慢的讓自己轉型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在勇士王朝的這一段時間 其實也不用去查什麼命中率 基本上我的腦海裡 沒有他背對單打跳投不進的畫面 基本上每一球都會進 那Livingston的數據呢 並沒有很突出 但是他的效率值卻是高的驚人 在NBA歷年來的冠軍賽當中 命中率是史上排名第12 比他的前輩 Magic Johnson 第22 甚至名人堂中鋒 Kareem Abdul-Jawar 第19 和Paul Gasol 第15名 來得有效率 試想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如果沒有受傷 Sean Livingston 會有現在的成績嗎 其實他前三年的成績 7.4分 3.1籃板 和4.8個助攻 如果說是第二個 Magic Johnson 你一定會覺得差太多了吧 但是回頭看 我們比較一下 在2004年 在他順位前面的幾個球員 Emmeka Okafor Ben Gordon Dewide Howard 前兩個已經離開聯盟一陣子了 第三位現在聽說 今年要改頭畫面重新做人 Livingston 則是已經拿到三個戒指 並且退休 其實有的時候會覺得 Sean Livingston 這個人的存在很奇怪 怎麼說呢 在一個NBA歷史上 最會頭三分的球隊 這位老兄平均每場三分出手 0.1次 並且他的命中率超級好記的 因為是0 他怎麼能夠在這樣一個 頭三分的球隊生存呢 在現在的NBA裡 你不會找到一個完全 不會頭三分的後衛吧 我們看一下Sean Livingston 到底哪裡厲害 首先 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單打後揚跳投 以他的身高 基本上他完勝所有的後衛 關鍵時刻 阻止對方的反撲穩定軍行 這一招 真的叫做中距離王道 第二 他具有很敏銳的觀察 並且閱讀防守的能力 加上擁有很快速的彈跳能力 能夠在籃下補籃 這也造就了他的高命中率 第三 比一般後衛還要高的身高 還必展 讓他能夠再進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們看一下這些鏡頭 防守的人其實是中鋒 要是能夠吸引最高的人出來 就可以做到他的第四件事 Livingston 基本中就是後衛出身 總是能夠用傳球 引導著隊友 撕裂對方的防守 所以把中鋒引出來的話 他就很容易為隊友 創造空檔的機會 他的身高優勢 有著比一般後衛更廣的傳球視野 你想想 能夠傳出空中接地的 空球後衛不在少數版 但是同時也能夠自己 完成空中接地的空球後衛 到底有幾個 最後 其實注意看 Sean Livingston的籃下腳步 是非常的靈活的 他常常以很流暢的Drop step擺脫對手 加上扎實的運球個人技巧 他完全就是被大家低估的 一名可怕的替補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只有看數據 還真的沒有辦法代表一切 很多球員對Livingston的評價都是 他是一個好的領導者 好的球員 好的前輩 好的朋友 但是這些都比不上 他是個非常非常好的人 他們說 A great human being 最後跟大家講一個 在The Player's Treatment網站 Sean Lee Winston的小故事 這個是一個名叫 Zion Spencer的故事 在2016年的9月 Zion 一個來自自加哥的高中籃球隊隊長 在一次的比賽當中 扭傷了腳踝 原本是一個一般的受傷 但是X光照顧後發現 Zion的腳踝裡面有癌細胞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 如果Zion必須要活下來 就必須從膝蓋以下截肢 一個不起眼的受傷 演變成如此 Zion不過還是一個高中生 不到18歲 就要面對未知的未來 說心裡沒有強烈的不安和難過 那一定是騙人的 有一天 Zion的媽媽接到了一通電話 是美國聯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要給Zion一個驚喜 他說 他們全家人獲得了一次 去舊金山觀看勇士隊比賽的機會 原來Sean Lee Winston聽說了Zion的故事 Le Winston雖然沒有見過Zion 但是總覺得異常的親切 他們都是從自加哥出生 都非常喜愛籃球 都面對了必須節制的情況 Sean Lee Winston說 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撐過這個很艱難的階段 能有勇氣繼續走下去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見見他 因為我希望我可以多少影響這個孩子 Le Winston說 人生很長啊 如果你愛籃球 你可以換一種方式來愛籃球 你也許可以參加輪影籃球聯盟問題 其實別人怎麼想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感覺 如果你不放棄 這場仗永遠不會有輸的那一天 看到他的笑容 讓我在比賽當中更想好好的表現 這次的經驗 也讓我找到比球場上更有意義的事情 Le Winston就是這樣的人 他願意幫助他身旁每一個 能夠接觸到的朋友和人們 從他當球員時對他身旁的人 以及在供應的貢獻 我相信退休後的Sean Lee Winston 想必影響力會更大吧 有的時候真正厲害的人 其實他們是不需要大肆宣傳自己的 Sean Lee Winston 則是用行動 用他的比賽 證明了他自己的價值 那在這一段漫長的復健過程當中呢 記者問Sean Lee Winston說 你到底學到了什麼 Le Winston回答說 我學到最多的是 Be patient 要非常有耐心 因為他說 If you rush, things will be negative for me 如果你很焦躁的話 一切的事情 一切的結果 其實都不會是好的 也是因為耐心 patient的關係 所以造就了這一段 NBA歷史上最佳的comeback story 從小養成的人格 還有規律的生活習慣 是Le Winston最主要能夠克服 這一個非常難的復健之路的關鍵 Le Winston說 他現在的心情很平靜 跟一般球員不一樣 在比賽開始之前 他們可能會聽一些 熱血沸騰的音樂 讓自己非常的high 來準備比賽 Le Winston呢 則是選擇用看輸 來當作他開賽前的準備 pre-game routine 是看輸 那我相信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造就了這個球員 他非常的穩健 而且非常的有智慧 我覺得從Le Winston身上 真的學到了很多 首先是認識自己 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所以他才可以利用他的優勢 幫助勇士這個球隊 奪得了三個冠軍 發揮自己擅長的地方 才是最好的道路 就像如果我一直逼Curry打籃下的話 我看他應該也不會破什麼紀錄吧 那在我身上 我自己則是深深的體會到 因為我有僵持性脊椎眼 所以跑不快也跳不高 但是 我可以做的是把我的投籃技巧練好 這樣子也可以幫助球隊贏球 那除了在球場上是這樣子 那在生活上 我們一定也有很多自己擅長的地方 那你們呢? 你們擅長的地方是什麼? 找到你擅長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吧 最近其實跟很多朋友聊天 激發了很多不同的想法 除了Be-ball for life之外 我慢慢的也會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主題 例如說NBA教練們的故事 或者是NBA球員刺青的故事 或者是NBA球員 和美國其他運動 NFL、MLB的關係的故事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歡迎你多留言 因為我覺得那個交流的感覺 是滿棒的 這樣子才會激發我很多的靈感 或者可以直接加我的Facebook 在底下Skip to my loop 跟我多聊天也是可以啦 有一些球員 我恨不得馬上做他們的專輯 但是因為最近上班的關係 所以我只能按部就班 慢慢的來 大家可能要稍等一下 那我都有把這些球員放在心上 但是什麼時候要做 其實我也是滿困擾的 所以我覺得連這樣 今年的目標訂閱是1000個人 所以如果達到1000個人的話 我就從留言當中選一個球員來做 這樣子 所以請大家多多幫我分享啊 下一集我想要做的球員 也是一個黑馬型球員 他在我們印象當中 不是一個一級的球星 但是他絕對有那個實力 我都非常喜歡這種 被埋沒的厲害的球員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當中 有滿多關於他所在的球隊的線索 所以你們可以想一想 那他大概是在千禧世代 那個時候非常厲害的後衛 所以我們就敬請期待吧 Alright that's it for me to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